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老铁员都会问为什么 在那个 就是 天冷了一段时间 或者说是没有密缘的一段时间 密封为什么会逃跑 就是 天冷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然后又到 那个回暖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跑 大家 想一下 如果密封他一冷了 他是不是就没有了 也不出去采密啊 这样子呢 蜂王也就会不产卵对不对 如果蜂王停止了产卵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里面的那些幼虫 都全部会出 都出完了 里面呢既没有密了 也没有那个幼虫 连那个 幼虫卵都没有了 那样子里面是什么都没有了 那个蜜蜂呢就不会在留恋里了 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了 那一段时间 他就是特别饿的 这样子呢 所以说我们就要用蜂蜜来喂他 让他吃饱 有的吃他就不会产生 那个会逃跑念头啊 不然呢 到天气一回来的时候 就算那个蜂王不想逃跑 但是蜜蜂已经有了想逃跑念头的 蜜蜂 大部分都会逃跑了 那个蜂王呢肯定也跟着会逃跑 不可能 不走的 就算蜂王残短 你不为他 也无济于事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看 在大蜜人 在那个天冷 来临 的时候即将来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让他 充满蜂蜜在里面 够湿 吃得饱了 他才不会有逃跑念头 到天气一回暖了 他就会继续出去工作 继续采蜜 蜂王呢就会继续采蜂 这样子呢 那个蜂王啊 或者说是蜜蜂啊 都不会有那个淘宝面头 这样子就是 这个原理